今天和大家一起看一個西方倫敦 Zone 3 地段的新盤叫Sailstream 由樓盤最近的鐵路線站頭 踏入Zone 1的Yuston只需17分鐘 治安排名方面 Vanets這個行政區 甚至僅次於西南倫敦的Kingston 校網方面 更加有97%的中小學被評為Good to Outstanding 樓盤除了提供1至2房單位之外 更加有罕有的3房單位供應 2025第一季交流 戶戶有露台 個別有單位甚至乎可以看到溫布萊球場 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看這個新盤的價錢 開織和配套到底是怎樣 今天我們講西北倫敦 今天這個project 也是我們比較少講的一個發展商 叫Barkley 倫敦發展商Barkley 而今天這個project Sailstream位處在Central倫敦 大概西北邊位置 我們放大一點 它的鄰居是什麼呢 在它的西南邊位置 就是溫布萊球場 西邊位置就是哈羅區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我們youtube channel 曾經我們都介紹過倫敦另外一個發展商 它的project在這個水庫旁 今天我們所講的這個project Sailstream 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Mouse 捕捉在這個位置 在整個榴槤來說 提供的火數 超過1300貨 算是一個中型的project Postcode來說 是屬於NW9 如果大家細心留意 這個地盤位置 其實在它的東邊 這邊有一條小溪 這條小溪也叫做Sailstream 我們看樓書之前 或者我們略略看看圖片 32個行政區裡面 我們今天所講的就是Barnet這個行政區 而樓盤位置就大概 我的Mouse 動在這個位置 Barnet和我們較早前說的哈羅 和下面Brand 這裏我們叫做西北倫敦 鐵三角 這三個地方不容易而同 有一樣東西都相當出名 就是那個校網 待會我們這條片 大概中段時間 都會跟大家略略講一講 這個project附近的校網情況 大概是怎樣的 如果看回發展商提供的CGI圖 剛才所講的水庫位置就是這一邊 而在水庫隔離這一邊 就是我們較早前 也都拍片講過好幾次 倫敦另外一個發展商 巴羅倫敦的其中一個樓盤 Handamwater side 在這個樓盤斜對面 一條馬路之隔 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 Barkley的一個新project 叫做Sailstream 在這條馬路另外一邊 Postcode來說就屬於NW9 屬於倫敦SONXIII位置 我們大概了解了這個地盤位置之後 或者先跟大家看看這個project的樓書 一起看看樓書 這次這個project的名字 Sailstream 位處是倫敦NW9 西北倫敦 這個位置來講叫做Handon 較早前我們也有拍片 有講過這邊 而這次這個發展商 我們比較少講 接下來都會講得比較多 就是其中一個倫敦發展商 Barkley 香港很多朋友如果看這些倫敦樓 應該都有看過的了 如果看樓書來講 頭兩板子 我想大家都大概猜到 其實這個樓盤 它大樓和大樓之間 都會有一個podium gardens 大樓和大樓之間 都會有一個綠化的 而在這個樓盤裡面 也有他們私人的一個gardens 一會兒我們這條片 大概中後段看開織的時候 到時都會跟大家講一講的 另外如果大家喜歡高層 甚至乎景色開揚 要看美景 今天要留意 樓書已經告訴你 大概如果你買某一些大樓 甚至乎是向西南位置 遠望的話 甚至乎看到 接近4公里範圍外的Rambley 可以看到溫布萊球場那邊 大家看看Google Earth 大致上看一看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今天這個project 大概位置就是這裡 我們量度一把尺來講 西南面位置就是溫布萊球場 距離來說就接近4公里 大概這個水位 樓盤就是這邊 大概4公里左右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要找一些開揚景觀 甚至乎要望溫布萊球場這邊 西南面位置 這個我覺得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在Handon這邊位置 之前我們說另外一個發展商樓盤 當時也有介紹過 這邊來說就有兩條鐵路線 可以直到倫敦鬆溫這一邊 紅色線這邊就是火車線 另外黑色這條Northern Line 就是地鐵線 兩條線來說 都分別可以落到倫敦 一些比較prime的地段 例如17至18分鐘已經去到 Houston 甚至乎4個字都不用 可以落到Kings Cross這邊 一路下去就貫穿了整個Central倫敦 去到倫敦Bridge 或者Waterloo這邊 在樓盤位置這邊 要留意兩個站頭相對比較近我們 第一個就是火車線 在Handon站這一邊 另外一個就是黑色線這一條 Northern Line 貫穿了Colingdale Handon Central 最近我們的站當然是Handon Central 一路下去就落到倫敦鬆溫這一邊 大概主要兩條鐵路線的時間上就是這樣 紅色線 剛才那條Themps 0那條 就是Handon站上車 大概19分鐘去到Kings Cross 如果乘坐Northern Line的話 我們落到 Oxford Circus那邊 就大概25分鐘 我們看看Google Map 今天這個樓盤 Silve Dream就是大概這個位置 剛才我們所說的 Themps 0那條火車站 就是旁邊最近這個站頭 Handon這個站 火車線的logo 另外Northern Line那條 就是現在我們畫面 大概右手邊這邊 你看到Handon Central 相對比較近我們的站頭就是這裡 假如我們由樓盤為止出發 我們先步行去最近的火車站 Handon這個站 大概10分鐘 650米的路程 就已經可以去到最近的火車線 另外如果由樓盤為止出發 走過來最近的Northern Line的站頭 Handon Central這個站 大概是27分鐘 1.8公里 1.8公里 正常地 我相信 縱使你走都不會每次走 正常地 二十多分鐘當然不會走 這樣每天走就搞不定 一般來說 就在樓盤門口這邊的巴士線 我們就直接搭巴士 去到Handon Central這個站頭 大概的時間 車程來說 6分鐘就已經可以去到Handon Central那邊 就搭Northern Line直到倫敦Song1那邊 所以入手這邊倫敦Song3 Handon這區 巴士線或鐵路線出入相當方便 亦都是選擇這邊落腳的朋友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交通方便 而第二個買點這個project 就是那個生活配套 除了在樓盤四周 有不同類型的綠化公園之外 亦都在這個樓盤附近 大概車程6分鐘 1.4公里的距離 一個超大型的商場 叫做Brand Kors Shopping Center 那這邊來說 就相當之近 我們這個project 大概位置就是我們畫面所見的 這裡 Brand Kors Shopping Center 距離我們Sail Stream這個位置 就大概1.5公里而已 如果假日想消閒一下 行一下商場 shopping一下 就可以不妨來這邊 未必一定要下下進去Central London 那這邊來說 你見這個商場都相當大的 過去我們去Handon這邊 看樓的一些港人朋友 很多時候看完樓都會來這邊 shopping一下走一走 都是在這區 叫做所屬而大的一個shopping center 日後大家如果有機會來這邊看樓 不妨來這邊可以去逛一逛 樓盤位置也有巴士 可以直達到Brand Kors Shopping Center 在這個超大型的商場 南邊這邊還有一間榮業行 這間當地最大的中超 我想很多朋友都清楚 就要買柴米油鹽 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可能在香港買慣了 去到當地某一些超市 未必買得到 也可以來這邊去逛一逛 在Sail Stream這邊 如果我們剛才搭巴士 下來榮業行 大概是向著東南邊位置 反之如果我們搭巴士 向西北位置這邊 最近那間Brand Oriental Food Hall 這邊就是吃一些亞洲食品 這邊來說 我想比較多朋友會熟悉 距離來說相當近 由我們樓盤位置出發 如果開車來說 三分鐘來說 就已經去到Brand Oriental Food Hall 這邊了 兩邊來說 開車和搭巴士 都可以一條線去得到 另外補充一點 Sail Stream這個位置 有很多朋友問 最近那間超市到底在哪裏 其實在我們的樓盤位置 已經有一間超市 看看Google Rafa 樓盤位置就是 現在圍了街板這一邊 另外隔壁 紅色牆 這一個是Sainsbury 不過要留意 接下來的超市 就不是建在我們的project旁邊 直接建在我們今天所說的這棟大樓 Lindley House下面 直接在我們的project下面 所以日後要去超市買東西 基本上是零距離 坐電梯到樓下 已經是超市 大概情況就是我們畫面所見的 接下來的超市 就exactly 直接在我們的大樓下面 今天我們將會說的大樓 就是左手邊這一棟 以及中間白色這一棟 分別叫做Booter House 以及Lindy House 另外除了Shopping Center 剛才所說的Brand Food Hall之外 溫布萊球場這邊 也有很多朋友喜歡在這邊旁邊 溫布萊球場 剛才我們提過 就在我們樓盤 大概是西南邊位置 我們project在大頭針子的這個位置 西南邊位置 這邊就是溫布萊 過去我們拍片 也有介紹過這邊一些新樓盤 這邊來說 屬於倫敦松科 由樓盤位置出發 如果開車的話 大概14分鐘 就可以去到溫布萊球場這邊 這邊是一個比較多朋友 逛的地方 例如Box Park Rambri 以及倫敦Design Outlet 這兩個地方 分別的位置 就在溫布萊球場 大概以北 來溫布萊球場這邊走 可以進去Box Park 這邊 買些薯條、漢堡包 進去Food Hall 這邊坐 另外 如果要購物 買些Outlet的地方 也可以過來 在倫敦Design Outlet 這邊逛一逛 由我們Sill Stream那邊 駕車過來 大概十多分鐘 就已經可以去到 另外 在這個Project 其實圍繞著 它不同 車程的地方 都有一些 是做運動 以及一些 綠化的地方 你看回 其實分別 在不同的Center裡面 你看到 踩單車 或者駕車 的時間上 大概都是十多分鐘 至十分八分鐘 相當之近 當然在這邊來說 最出名的 一定是在我們說 Handon這個水庫 由樓盆位置出發 如果我們步行來說 大概一公里 一英里 十多分鐘 已經可以去到 最近這個水庫 最多朋友 可能在假日 會過來水庫 野餐 我想大家 如果比較喜歡 一些綠化地 也想在樓盆附近位置 類似有這類型的水庫 其實在倫敦柳 我們暫時說的project 坦白說是不多的 真的要有一個 類似這麽大型的水庫 如果我們量一把尺 這個水庫 如果長度來說 都差不多去到1.5公里 闊度來說 都差不多是有一公里多些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 類似這類型的水庫 有樹木有水 假日也可以是 踩單車過島來玩 不妨可以看完這條片之後 和我們索取這份資料 也可以了解多些 這個樓盆位置 除了水庫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 我們值得 踩單車都可以去得到 所以假日 就未必一定要開車 尤其是踩單車 好像我們看這張圖 當做運動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繞一繞附近一些綠化地 都相當不錯 縱使最近比較多朋友 找我們問一些自住樓 不過我們都要講一講 這區大概 發展潛力是怎樣 比較多朋友都會關心 因為除了自用之外 都希望買那間樓 會有一個升值潛力 如果根據CBRE的數據顯示 其實他們的forecast 接下來這五年 樓價升值來說 大概預計24% 另外在租金增長那邊 他們估計大概17.7% 這個我想大家可以作一個reference 如果你打算先出租後自用 甚至乎好像我們最近有些香港人 就想著資產配置 想找一些英國樓 分散少少投資 就不想放在中港這一邊 倫敦這一邊 可能看了很久都沒有太多水 不妨可以參考一下以上這些數據 這區除了交通方面 附近配套也都完善 也都最多朋友 關心就是那個教育問題 我們之前有拍片都講過 三個行政區 Hero Branch 和Barnett 今天講的Barnett行政區 個數據都相當誇張 接近97%的學校 在講的是什麼呢? good to outstanding 也都比較多香港家長 是追求這件事 希望子女選擇比較多 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就在黃色這些一點點的小學 和紫色有號碼這些中學 全部都是屬於good to outstanding的 在我們Sillstream這個樓盤 和Handon這個區 你看附近就遍佈了不同的 good to outstanding的中小學 大家對於校網上有追求 不論是小學 中學 甚至乎是pre-schools 如果大家看了這條片之後 都可以和我們索取這份資料 了解一下 Handon這個區 附近的校網大概是怎樣 有沒有哪些學校對於你子女是比較適合的 另外呢 如果子女大了 開始讀大學 其實由Sillstream這個位置 假如我們下去倫敦松溫 一些比較名牌的大學 現在我們畫面所見的這一堆 踏鐵路線 都直接可以落到 剛才我們所說的 倫敦松溫 一些比較排行的地段 看回你要讀哪間大學 就踏上相關鐵路線下去 其實在我們Sillstream 旁邊已經有一個 當地的大學 Middlestad University 如果各位家長們 對於學校這邊 一些資料 比較關注 尤其是中小學這邊 Good to outstanding的中小學 想了解多一點 今天這條片我們就不長淡了 大家如果看了這條片之後 想了解多一點 也可以問我們 拿樓盤資料同時 也可以索取現在這份資料 既然這區有這麼漂亮的校網 治安水平又怎樣呢 其實我們之前拍片都說過很多次了 漂亮的校網 通常治安水平都不會差到哪裏 我們或者參考倫敦警局的資料 由2023年去年的2月份 去到今年1月份 看看今天這個行政區 Barnett這個行政區 大概治安水平 在32個行政區裡面來說 是排第幾 如果參考倫敦警局的資料 No.1依然都是Richmond 第二Sutton 第三就是哈羅 然後Merton 一直下去 我們香港人比較熟悉的Kingston 排名就是第六 我們今天說的這個行政區 Barnett 就在32個行政區 排名就是第八 犯罪率來說 僅僅低於我們香港人 比較熟悉的Kingston 排名是僅僅低兩位 1000人的犯罪率來說 是83.2 僅僅低於Kingston 如果大家對於治安上有要求 我建議頭十大不妨可以想想想的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直接看看這個樓盤的Sight Plan 另外就看看它的交流標準 以及裡面的Facility 看看會不會適合 先看看Sight Plan 大樓來說 主要開賣的大樓有八棟 尤其是最下面這兩棟 左手邊這棟Bow House 還有右邊紅色了這間Lindia House 這兩棟大樓現時是開賣當中的 你看到Saintsbury的字 就是我剛才所見的 超市未來會建在這兩棟大樓中間的位置 後面的大樓全都還沒有開賣 也問過發展商 大概整個project的員工 大概會在2031年 整個樓盤將會完成 整個project提供的火數是1309火 倫敦發展商來說 這個千多火單位屬於中型的項目 大樓和大樓之間還有一個Podium Gardens 如果計算總面積來說 大概是1.4英畝 公共陸化空間大概是1.5英畝 而我們剛剛所說的 Podium Gardens 就介乎在每棟大樓 中間全部都有一些花園 所以你不難發現 這次這本樓書裡面 是很強調大樓和大樓中間的這些 內圓花園景的 之前問樓的朋友 我們發現很多都除了看街外 十俱其九都是問 有沒有一些向來源的花園景 Podium Gardens 如果根據發展商資料顯示 大概總面積是1.4英畝 內圓花園景來說 大概有13.5個標準籃球場那麼大 另外這個Public Area 大概有1.5英畝 即是圍到14個標準籃球場多些少 所以這次這本樓書 你見就翻了不少篇幅 全部都是講有關內圓方面 相當之多陸景 整個project裡面 大樓和大樓中間 他很強調他們是一個Podium Gardens 過去看這個project的朋友 我們見很多時候都是問一些中低層單位 看著下面這個內圓景 首先裡面的景觀已經固定了 還有裡面也可以看到自己屋苑裡面的花園 景觀上來說 個邊有些買家就挺喜歡的 另外Barkley這個發展商 有一份資料都相當詳細 專門就是講它的Silk Club 裡面來說 就告訴你大概這個Silk Club 裡面的設施包是什麼 例如一般我們所說的 一些gym room co-working space 電影院 這些全部一應俱全 在它這個樓盤裡面的Clubhouse 另外當然Barkley來說 他們很多project都是24小時concierge 作為住客就可以享用到 樓盤裡面的不同類型的設施 例如Dream Dream room來說 就設置在Bowerhouse這邊 另外電影院 就在Lindy House下面這個位置 如果閣下對會所設施有追求 想了解多些 這份資料如果看完這條片之後 也可以找我們熱線同時 索取這份相反資料 我們今天一會兒會說兩房三房單位 主要是說Lindy House 你看到整棟大樓是白色長生的 下面就是來源花園的 基本上整個project 互互都有露台的 不論一房至三房 裡面來說 交樓標準和我們看開的英國樓 基本上大致上都差不多 可以動得到的奸屍 即是說凹凹凹凹凹掛畫這些 窗簾全部沒有包的 交樓標準來說 一般就是入場櫃 廚房電器這些全部已經設好了 另外睡房也一一樣 你畫面所見就是睡床 這個床頭柜這些全部都沒有包的 到時候如果大家需要 入手才出租後製用 到時候也找我們幫忙添置 另外浴室設備這邊 大家不妨留意 也做得相当漂亮 尤其是有些买家很喜欢 Bathroom上的镜柜 大致上两块镜可以揭开 里面有一些层板可以放置 你会看到镜柜是这样的 打开后左右两边镜就可以揭开 另外在楼处大概到中后段 也会有一个SPEC 里面会告诉你 这间楼到底里面的交楼标准 尤其是女士们 比较关注厨房那边 有没有什么电器包了 要了解多些 看完这条片之后 亦都在WhatsApp我们 索取现在这份资料 最后我们看看楼盘基本资料 一起和大家看看单位 看看楼盘基本资料 Developer 姓George 我们香港人认识是Barkley 地段来说是NW9 地区来说是Handon 行政区属于Barnett 这个行政区 List Hold 物业 2021年5月开始计 是996年的租资年期 另外也有Building Insurance 楼盘交楼日期 预计是2025年1月份 Linley House 刚才所说旁边Bauer House 大概是2024年 今年年底就交楼了 Surface Charge管理费 大概是4.32英镑一尺一年 假如你入手700尺单位 4.32一尺一年 成为700 一年管理费来说 大概是3024英镑 除了12个月 大概每个月的管理费 就252英镑 另外发展商也提供 有顶的车位 Ride to Park 25000英镑一个 如果看单位怎么做 下一个Restoration的流程 相当简单 视乎国下你入手的物业 是50万英镑以上 还是以下 按照不同的单价 支付相关的Restoration fee 这个Restoration fee 不是给我们 经我们下单 直接给发展商 下了Restoration之后 单位就正式会预留给你了 如下21天 就开始走法律流程 完成法律流程之后 作为买家的你 就需要准备 楼价的10% 楼价的一成首期 就直接经理的律师楼 批给发展商 给了首期之后 大概12个月之后 就再给了10% 而另外最后5% 就18个月之后支付 作为买家的你 total需要支付25% 而由于这个楼盘 刚才所说 左边那栋Barter House 就今年年尾交楼 而另外右边那栋Linney House 就是明年年初交楼 Suppose就不够18个月 所以到其时 在交楼之前 如果大家是用现金支付 Cash Buy 在交楼之前 一笔过 到其时 亦都是经理师楼 批给发展商 完成这个交易 如果需要做按揭的朋友 在Competition之前 就需要 开始去 找一些 银行做按揭 一般来说 经我们入手买家 我们都会帮你找一些 按揭中介 甚至乎一些 懂广东话的Mortgage Booker 去帮你申请 Buy to leave 或者Buy to let 的按揭 也有些买家 如果买英国楼 想找一些英国律师 懂得说中文 甚至乎一些 华人的英国律师 经我们入手买家 我们都尽量 会协助你 找一些 懂广东话的英国律师 协助你 完成这个法律流程 而且 都不厌其烦 再说多次 入手英国新盘的你 我们跟你之间 是没有任何金钱交易的 也就是说 你是不需要支付任何额外的经纪用金 因为买英国新牛 作为业主的你 是不需要支付经纪用金的 不单止不需要支付经纪用金 经我们入手买家 到其时 我们都会派人员 上去帮你做收锁匙 验楼这个服务 也会出报告给国家 所以对于买家来说 假如你未去英国 可能想先出租后自用 由收锁匙 验收 到找租客 买家司 我们都可以一条龙 协助你去完成 来到这儿 或者我们直接开个for plan 跟大家看看 今天我们将会讲的 这两栋大楼的 一房两房三房单位 到底有什么选择 今天我们讲的大楼主要是两栋 左下角这两栋 两栋大楼都在Sainsbury 这个超市上面 我们看看Google Earth 大概的位置就是这里 Bouter House 就是这个位置 另外Lini House 就是这边 现时画面所见 正方形的超市 里面会清拆 直接就会搬去这两栋大楼 下面的位置 先看一房单位 一房单位 就要开这个 现在画面所见 右手边这个 由来源方向看进来 你见是一个low rise的大楼 下面四周围住 是Podium Gardens 这个镜头应该是由屋苑里面映出 到外面 刚才我们看CGI图 就是在外面映入 看看这个楼盘的开积 相当简单 由三楼开始 已经有住宅大楼 就是这个浅蓝色 和两房单位的浅绿色 先看看一房单位 可以看看最新的价格 一房单位有一间挺正的 就是属于九楼的63号室 这间 先看看开积 再和大家看看景观是怎样 九楼63号室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所见 右手边这间 以行数来说 就是左手边这行 数过来的第二行 第二行的露台 也就是我们看看Fall Plan 这是第一行露台 第二行就是这里 这一排 这张积来说 五楼至十一楼 这些数码都是同一张积 我们就是九楼 63这间 先看看开积 这些开积 都属于一间挺市政的一房 入门口这边有个Hall Hall来说 右手边这边是Utinity 洗衣机也是放在这边 入深一点 左手边这边就是Bedroom 我见过Hall 如果尺寸是这样 我自己略嫌它就有少少浪费 如果给我的话 我会大概在这个位置 可能会做一个薄的櫃 放在这边 这个开位别浪费了 Utinity这门就是这样 掩门来的 这样开的 入深一点 客饭厅Open Kitchen 就开在 即大概在左下角这边 房间就在右下角这边 这间一房 可能有些朋友 比较顾忌 房门会不会对正过大门口 这间就不会的 房门就开在这边 出入 Belcony就在客厅下面 这边 看看尺寸 这个单位来说 售面积553尺 我看价单来说 现在修正了 552尺 这间房 我看售面积也挺大 一房单位来说 也有152英尺 另外露台位置这边 大概是2.86米 乘1.66米 而这间一房单位的坐向 大家要留意 北边的角是这边的 发展商都很细心 告诉你 Sunset Sunrise 大概是那个情况 以这间来说 大概是露台位置 客厅位置 和房间这边 就介乎是西南方向的 西南方向 刚才我们提过 这边来说 比较多香港人选择 原因是下午 有些太阳可以晒到暗屋 看回这间 9楼的PROP63 售面积552尺 折实后 是在卖40万8千英镑 前期一乘首期 围到是4万英镑 多少少就可以入手 如果大家是先出租后自用 要留意 看回这个单位 发展商预计 届时收楼的时候 每月租金大概是2千英镑 一年来说 就收2万4千英镑 2万4千英镑 如果除回40万8千来说 回报率大概5.9厘 如果以伦敦楼盘来说 都算是相当不错的 带楼位置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而我们说PROP63 那间大概是这个Mouse 向着下面西南位置方向 大家看看 西南位置就是这边 那我们很简单 把它转一转过来 看一看就知道大概是什么地方 那其实呢 如果是PROP63这间 看出去 首先就会看穿前面 这些所谓Town House 因为这些都是一两楼高的 那前面就是一个大陆景 那这个陆景 就是水库旁边的一些陆景 那留意 再看远一点 那方向呢 就看到温布来那边 这边的景观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开阳景观 那不妨要留意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 那刚才的露台呢 就属于第二行的 左手边数过来第二行 这是第一行 第二行 最高11楼 10楼 9楼 就是这一间 那这间看出去的座向呢 是怎样呢 那我们反过来 在背脊看过来 那直看出去呢 就看得到 远处的温布来 那也都会见 前面有个大草坯 那这些景观呢 我相信就比较 要求高一点的港人 那尤其是可能在楼上呢 高层呢 开迹漂亮呢 还有要个景观开阳呢 那不妨可以想想这间 Clock 63 另外呢 我看回这间价单 除了63号之外呢 还有一间 顶层的75号 这间呢 都是看着温布来球场的 那如果某一些买家 喜欢住顶层 要极高楼层呢 那不妨也可以想想这间 我见这间价单 还是available的 单价来说呢 两间商区很少而已 大概1万英镑 那大家对于一房单位感兴趣 那可能手快要少少了 因为我见另外其他一房单位呢 就是向着里面的 内缘景那一边的 那看完一房单位呢 我们就看完两房单位了 那我现在看回最update的价单 有一间就相当实惠 就是啊 景观呢 跟刚才那间一房一样呢 都是看着温布来球场那边的方向的 那就是属于7楼的41号室 一个楼层里面来说呢 只有两间两房单位而已 那旁边这两间就三房 那这间两房单位呢 我们跟大家开个职出来 看一看间价是怎样 那7楼的41号室呢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所见的 左手边这一间 这只开职 那先看看它的露台位置 那它属于呢 就朝着西南边方向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第四行的露台 大家记住 那以这个楼层来说呢 就大概 一 二 三 四 第四间 由左手边数过来 那先看看开职 之后再和大家计计数 看看这间楼 大概的单价月钱 那这间呢 就相当之市正的两房 那入门口呢 左边utinity 那右边呢 就是bathroom 那和伦敦另外一个发展商 你见过开职呢 有些少少类似的 那经过了这个 hall 之后呢 那区分了两间房 那和客饭厅open kitchen 那最左手边 最入的这间房 就是套房来的 那套房里面 这个就是企缸 那另外呢 客厅这个就是浴缸 那这间呢 和刚才那间一房一样 那入门口呢 那门口就没有对正过房门的 那经过了这个 T 字型的 hall 那入门口转左呢 那客饭厅open kitchen 就是这边的 那open kitchen这边呢 就是U型的open kitchen 那经过了六人饭桌 就去到客厅这边 那你见到就摆了两边 梳化、茶几、电视 那旁边呢 那旁边呢 就是一个烫门的 balcony 长度来说就大概4.38米 闯度来说就1.66米 那而露台位置呢 和两间房的位置呢 看出去呢 和刚才那间一房单位的座向是一样的 都是望向正西南位置的 那那看回这间呢 7楼的prop 41 那实用面积就765呎 那折售卖554600英镑 前期一成首期 为到55000英镑 多少少就可以入手这间 765呎 连一个呢 朝向西南边 望到温布来球场方向的量放单位 看回发展商的预计 这间呢 对其时收楼呢 就大概每句租金呢 2300英镑 那一年来说呢 就27600英镑 除了楼价呢 租务回报来说呢 就围到是5厘的 那看回发展商的CGI图 刚才提过 最高就是11楼的 11楼 1987 这一行 数过来第四间 1234 大概是这个楼台 7楼来说 刚刚我们所说 第一间画面移动这个 这个位置方向呢 跟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房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一间属于7楼的两房 另外一间呢 就9楼的一房单位 如果大家想向着大草坯那边 那两房单位来说呢 我建议不妨可以想想这间 50多万磅就可以入手两房单位了 属于伦敦Zone 3地段 也都过景观上算是相当开扬的了 这边看出去 刚刚看完了 2024年年尾交楼的这一栋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看一间 两房和三房单位 就是它隔离的Lindy House 这栋交楼年期就是2025 明年第一季交楼的 那一起看一看这栋 白色的Lindy House 那看一看它的开执是怎样 那其实整栋大楼来说呢 就由四楼开始 去到最顶层十六楼 都有不同类型的开执 那简单说三个颜色而已 蓝色这个就是一房单位 淡绿色这个就是两房 三房单位就是属于红色的 那要留意一下三房单位 大部分就接近在左手边的corner 和右手边的corner位置 那很明显看到这栋大楼 一房单位的供应是少一点的 那大部分就是两房单位位置 那两房单位呢 或者我们拼一间大两房 844尺的两房 座向来说都是望西南方向 那也是望着温布内球场 大草坯那一边 那这次我们就再选一间 再高层一点 选一间就是14楼的251号室 这一间 那和大家看看它开积大概是怎样 那是挨近隔离三房单位的 那251号室呢 就是现在我们画面所见 左手边这一间 那开积就是这一间 Trop number apartments 251号室 那属于14楼 最高16楼 那大概位置呢 就整栋大楼 向着西南位置方向 紫色这一行 那全部同一只开积来的 就是现在我们画面所见 流层来说就是这一间 那我们先开个for plan 和大家看看 那这间两房单位 和刚才我们那间 就隔局上 看上去有点像 那入门口就utility bathroom 那接着就一间套房 和客房的 那但是呢 看回个兽面积来说 那这间两房两次单位 它就840尺的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间 那间两房单位 就765尺的 那间呢 就再大多75尺的 那布局上有点点不同 一进门口呢 它就L型的 一转过来呢 左手边这边呢 就客饭厅open kitchen 全部在这边的 那唯一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我见到呢 就是那个boucony这一边 那相当之夸张啊 那主人房这边呢 就除了有它自己的 独立的boucony之外呢 那另外呢 就客房对出呢 和客厅那边走出去呢 有一个特大的boucony 那相当夸张啊 看一看那个售面积先啊 那第一个boucony呢 你见到那个面积呢 围到就大概是5米86 乘回1.53米 那这个呢 就是客饭厅那边的boucony来的 那实尺来说呢 围到大概是96.5英尺啊 这个露台相当之大啊 真的开party就行了 差不多100尺 那另外呢 就在房间那边呢 就还有一个露台啊 围到就大概是2.61米乘1.53米的 那这个呢 面积都不小啊 围到就大概是43英尺的 直接就拖开只拖门呢 就可以走出来的 那是完全两个独立的露台来的 那坐向来说呢 两间呢 都是望向啊 西南位置方向啊 那看回这个14楼的251号室啊 售面积840尺 折势后卖663,640英镑啊 那前期一成首期啊 围到大概66,000英镑多些啊 六十多万港元呢 你就可以入手这间啊 两房两次 两个露台 两个露台呢 还要望着外面啊 完全没有遮挡的大草坯 那看回这个单位来说 发展商预计呢 就到期时 每月租金呢 就2700英镑一个月租的 一年来说呢 租金收入就32,400英镑的 那除了单价来说呢 围到大概回报率呢 就四厘九的 稍稍就会低于一房单位的 如果用来纯出租的话 那所以呢 就如果两间去选啊 如果纯投资的话呢 就刚才呢 Bouter House那间两房呢 那回报率就会高些的 大概五厘 那这间呢 就不弱啊 四厘九 那不过呢 就看回国下的计算上 因为如果两间楼呢 那个单价 没折扣之前呢 就都有一个距离的 差了呢 就差不多是 有100万港币有多的 那换来呢 就露台位置呢 就多了一个 那当然呢 这个也都大一点 比刚才那间 那屋内的小面积呢 又再大多呢 就大概是75呎的 那这个就好看回呢 国下呢 你买楼的目的呢 是为了纯投资 还是自用的 那如果纯投资的话呢 就可能我会选七楼那间 那间呢 就价钱便宜很多 那租务回报来说呢 就比这间呢 就比较帅多一点的 那如果你说自用来说呢 不纯投资的话呢 也比较松呢 那当然我就会选这间 因为这间来说 就除了双露台 那屋内的小面积 就再阔落多一点的 那除了14楼的251号室之外 我看发展商的价单呢 看着球场那边 还有260号室 那如果要向内园景呢 就里面还有一间 11楼的230号室的 那如果大家看完这条片呢 想了解多少少呢 还有什么单位可以选择呢 看完之后呢 也都是WhatsApp我们的 那特别一提 这两栋大楼的一个露台呢 是有分别的 那刚才我们所说呢 那栋Bouter House 你看到它就凸了出来的 这是很卡式的露台 那刚刚我们说呢 这栋白色大楼 这些House呢 它的露台呢 就是类似一个平台的形式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件事 反过来 如果大家是喜欢向内园 要留意一下 向内园那边呢 你反而看到它的露台呢 就是卡锡那一只 凸出来的 就不是有顶那一只露台来的 所以呢 你反过来 和向街那边方向 那个露台呢 那设计是不一样的 向内园那边是凸出来的 向街那边呢 你见到露台是有顶的 分别就是这里 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外呢 续看三房单位 三房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收查信 很多朋友问 有什么三房选 选不了三房 这个楼盘就有很多三房选了 你见到左右两边红色 都是三房单位来的 那三房单位呢 我自己看就有两只积 左手边那间就L型 右边那个就一字排开 那我就detail两个三房也看过 我个人喜好就比较喜欢 而偏向右手边这间三房 那为什么呢 我们开一个积 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那这两间三房的分别 274这一只积 说的是 售面积是993尺 而旁边这个 售面积是1120尺 那如果以这只开积来说 我见到价单有两间 一间是16楼 另外一间是10楼 那价钱上 或者我选一间10楼 10楼那间214毫室 这一间 那和大家看看开积大概是怎样 214毫室开积 就是现在我们画面所见的这一间 流程来说 由5楼开始到16楼 你见一只积都是一样的 那不同的probe number 那流程来说 就是现在紫色这一边 那向着上面这边就是 里面的内缘景 下面这边就是 刚才我们所说的 一房单位 和较早前说的两房单位 大草坯那边的方向 也是西南为止那边的方向 那看看三房单位的开积 相当震撼 一进门口 你见到一个haul 很有气势 分了左右两边 左手边这边 你见到三间 完整的三房单位 发展商就没有展示到单人床出来 三间都是用双人床的 尤其是back room 1 这一间主人套房 你见到面积相当之大 下面这一排 全都是衣柜 放一张床之后 基本上还有很多位置 套刺 另外就是back room 2 和back room 3 也很难得 入门口这个haul 门口对着这个位置 就没有对到房门 Utinity 设置在入门口 那个haul 大概左手边这个位置 洗衣机也是放在这边 入门口右边就是bathroom 另外客饭听open kitchen 就十分归一 这边来说 如果你看看发展商的开绩 除了这些实心墙之外 这间因为大单边 你见到就全部都是窗 客听听 窗应该是相当光亮的 主人房这边 向着东北方向 前面这排 东南位置方向 还有boukeny这排 向着这边西南位置方向 三个方位 这个单位都吃光了 真正三边单边 而你见到这个open kitchen 设置的都可以 自成一个 就拉一只烫门 就可以走出外面这个boukeny 如果看发展商的资料显示 boukeny的大小 大概是104英尺 这个位置 就跟刚才我们说的 一房两房单位 望向温布来球场那边 向着水库那边的大草坯 完全就是望向那边方向 看看指南针方向 这边就是西南位置 一边就望大草坯 另一边就望内园 上面这边就望东南面位置方向 到底这间三房值多少钱呢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呢 看看这间10楼的214毫室 最后面积1,120尺 再配一个104尺的boukeny 接受后就卖793,960英镑 前期一成首期大概不用8万镑 70多万港元你可以入手这间 三房两次 连一个超过100尺的boukeny 如果除了楼价呢 围到大概租无回报 5厘1 不过类似这些三房单位 我们看到反而自用的买家 可能兴趣会比较大些 看看size plan 刚刚所说的三房单位 就是Linley House 东北 东南 和西南面位置方向 三面单边 特别要留意 向着东南面位置方向这边 未来是会起楼的 所以你看到暂时 这栋楼上是没名的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再看一次 白色这一栋 最右手边这一排 最右手边这一行 你看到旁边这边 未来也会是一个大楼 所以一边就向内园景 另外一边就看着旁边的楼景 在露台那边的位置看出去 基本上就没有遮挡 完全看着对出 开边这个大草坯 向着温布来球场那边的方向 所以大家要留意 这边就看温布来球场 这边就看内园景 另外这一排窗 向东南这一排 就会看到旁边 刚才我看到的 红色那一栋 来的大楼 大概就是这一栋 这一栋 东南位置方向 就会看到这一栋 另外特别的提 这个project 如果三房单位来说 比较实惠就是 另外一只开积 就是刚才我们214 对面的这一间 我看到价单 8楼202号室这间 还是有免费的 我们或者快速地 就展示一下这一间的开积 给大家看看 那就是画面 现在我们所见的 右手边这一间 8楼202号室 这间三房 跟刚才那间 就很大分别 这间就不是一字排开的 你看它就一个 类似长方形的三房 要留意 它们房间 就跟刚才那间三房不同 刚才那间三房 就三张都是双人床 那这间 你会看到 它就是用单人床 做presentation 也就是告诉你 其实这间房间 的面积相对会小一点 但是有业主 反而是喜欢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间三房 个别有些业主 其实就未必用得完 反而这间三房 他们就未必用来摆床 用来摆一些书柜 和写字桌 就做一个书房 那将桌 就可能向着外面 窗这一边 一间自成一角的书房 而另外 这间就是L型的大单边 刚才我们那间 就是三变单边 理论上 採光度 刚才那间应该会成一筹 看回价单来说 这间202号室 大概个单价 70万英镑多一点 相对来说 因为它的瘦面积 又会小一点 992尺 单价上来说 就相对比较易入口一点 今天这个project 分享大致上差不多 如果国下 过去找伦敦楼 尤其是西北这边 Handon附近 看了其他楼盘 未必看得对 那些开迹 交楼年期 也未必配到你 今天这个交楼年期 就在一年 至大概一年就交楼了 其中 刚才提过 三房单位 选择上 相对来说 我看价单 都还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大家看完今天这条片之后 想了解多少少 SillStream这个project 扭书 效网 甚至乎有关这个地段 那个楼价升值 预期的租金回报是怎样 甚至乎想索取价单 看完这条片之后 也可以WhatsApp我们热线 56269151 今天这条片 分享大致上差不多 喜欢这条片 记得给个like 还没subscribe我们的朋友 记得支持一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